我們要剛下點的一隻龍蝦 快一公斤的龍蝦 小孩烏花火的海地 一個字 這張的龍蝦泡麵 我今天是最後一天在越南 也是最後一天在香港 但這次回來越南是真的有點長 上一次回來大概一個半月 然後這次大概兩個禮拜 哇 这次回越南是真的已经我觉得已经很够很够了 那下一次呢 我觉得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回来越南那么久了 可能没有了吧 好啦那我这间菜就正最后一天在这里 赶快去玩海边 这里香港最美的海边 哈喽大家 最后一天在越南 然后我今天呢 去来逛 先赶这边的夜市 哇 我今天停下一些非常多的龙虾 龙虾海鲜有没有超大了 然后我刚点了一盘这个 一盘这个 950块 一盘这个950 这一盘950 然后这个1300 这个是1300 然后就1950 它有分大小 来这里在这边的那个夜市好多吃的哦 然后感觉都很好吃 怎么办 什么都想吃了 来这里 我没没 便宜 好 来啦 太厉害了 现在你感觉都比较好的 反正我好像比较大哎 最近好像比较大 今天好大吃哦 它真的给我们那么大吃吗 你还要拢只要一只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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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八百块 这是这一组八百块 哇怎么办 我们应该要逛一下才对 没有幸运怎么办 先来的一盘这个耳朵跟蛤蟆 我们刚刚走过去那边我发现 我们越南我们这边的夜市啊 都会有卖龙虾 而且龙虾有些很大吃 这么大吃的 可是台湾夜市不可能卖龙虾 龙虾在台湾真的是高级食品 这么高长一只大一点的 可能一只都要上千的 夜市应该大家买不下去 我们等下去看看他们这边 大致多少钱 好多哦 第一次在夜市吃龙虾 真的 龙虾火锅到了 今天我公公婆婆第一次在越南吃龙虾 然后在夜市吃龙虾 哈哈哈 第一次在越南吃龙虾 也是第一次在夜市吃龙虾 都是第一次的 我觉得可以在这边龙虾吃到饱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这比我脸还差 那夜市吃龙虾火锅 三只龙虾哦 还有一些海鲜啊 才900台 950台并 三只哦 而且是青龙哦 不是波士顿哦 不是波士顿哦 两只龙虾到了 烤的 但是你这样照出来 不知道大小 哦 对 过来比较大 你看 我们要刚下点了一只龙虾 快一公斤的龙虾 才520台币 哦 哦哦 520台币一肉出龙虾 快一公斤 还会扯哦 在锅子里 这里 它开始 诶它切丝喷 它切成丝块 诶它很猴 哇塞 天啊 难得有机会吃龙虾 快吃到炸 呵呵呵呵 这一碗 这一锅龙虾 天啊 满满都龙虾 哇 真的是跟嘴巴一样 比嘴巴还大了 你在露营哦 哈哈哈哈 一公斤的龙虾 哈哈哈哈 好啦 龙虾的颜色 鲜啊 吃吧 真正的龙虾泡面 哦 真的哦 真正的龙虾泡面 哈哈哈哈 沒想到会在夜市吃龙虾泡面 第一個是 誰能想得到龙虾這種高级食物跟泡面會混在一起 突然剩一点点雨 然后结果大家都 大家都 乱起来了 哇 你看这个龙虾 哇 这是这一锅多 一煮的一锅多而已哦 哇 哇 这里啊 鸭彩蛋 这是鸭彩蛋哦 哦对 哇 全部都鸭彩蛋 哈喽 真的太饱了 饱到不行不行的要走 哈哈哈哈 我觉得哦 下次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香港 你第一餐哦 要来这里才对 真的不用去熟找 香港有什么好吃的 真的不用 只要来这里就好 这边吃过的什么好吃的小吃啊 然后有名的海鲜都会有的 然后又便宜又新鲜 很美味 有人在跳舞 有人在跳舞 那你还要吃什么吗 哈哈哈哈 我敢吃东西了 太饱了 有什么 有人在那 我猜是彻 They don't even like this cos妳 love them 我猜是不得了 我猜是流寒 感觉好壬 他猜是泉 你叉 好嗨 太嗨了 这个斗粒好特别哦 这个斗粒它出了好多颜色哦 诶 老板娘她吃花耶 老板娘她吃花呢 她吃花 她吃花耶 她吃花耶 关完夜市呢 我们来走这边的爱琴桥 你看好多爱琴的在空空 那个都是爱琴的招 爱琴的招型 所以叫是爱琴桥 蛮有名的 但是太饱了 要丑陆一下笑话一下 来嘛 你都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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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